我这里有一颗白凤的老妆是以前上盆上过的 但是它这一颗白凤我看了一下 因为它的盆口比较大 然后白凤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像悬崖庄的一个感觉了 所以今天我要把这一盆白凤的重新换一个盆 让它的悬崖庄的感觉更好 这颗白凤我们看一下以前里面都塞了很多的火山石 把这颗拿走 哎呀好重啊 你看这一颗确实挺美的 我这里有两个盆就准备拿来换这颗白凤 你觉得这两个盆换这个会好看吗 我感觉它原来那个盆好看一点 怎么可能 原来这个盆更大一点 感觉吗 但不是白凤它虽然是有点那种中欧式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这个是已经是老妆了 我感觉这有这种历史沧桑感 我觉得搭在这个紫砂盆上面会更高档一点 而且我觉得这个盆的盆口太大了 感觉这上面太空了 会不会搭这个盆上面好看一点 我感觉是这两个好看的 试试看吧 你觉得这个颜色好还是这个颜色好的 黄色 黄色 好吧今天什么摄影师跟我的观点都不一样 黄色吗 你确定吗 我逼逼看 我觉得还是蓝色 我觉得还是蓝色 蓝色更大一点 蓝色吧 更跳跃 好的 就蓝色吧 这里有很多的枯叶 我们要先清理一下 因为这个紫砂盆下面呢有洞 我们先垫上一个大的网格片 原来的这些火山石呢 透气性比较好 我还是给它放回去 垫到花盆的底部 再加入这些粽子 因为这个装置呢 头比较重 所以我们在它的根部呢 底下肯定要插一个固定的铁杆 因为它这个盆面呢 比较空 所以我这里呢 找了两块石头 给它这个盆面再点缀一下 然后再加上一块铁杆 然后再加上一块铁杆 再加上一块铁杆